这个,说书啊,我是学着说,有个道不道的,有个撒汤漏伙的,您各位多多担感,给我们一个成长和提高的一个过程,咱说你也就定上诗。 说书唱戏劝人方,三条大道走中央,善恶到头终有报,人间正道,是沧桑。 今天可能有新来的观众,你跟前面的书呢,不太了解,没听过,没关系。 三言两语,快前两天再说着呢,往回道这么几句,说的是在定兴县,有一家老洛家,老爷呢,叫洛腾云,在定兴县当着一名游击将军,在任九年,老头儿死了。 有一儿子,叫洛洪勋,他有一干儿子,这干儿子呢,叫于谦,这儿子叫于谦,您别乐,不是咱说下面的于谦,这部书里边,确实有一个于谦。 这人天生神力,这人天生神力,双膀一晃,有千金之力,因此得了一个美称,叫铁膀子于谦。 有力气,留这么俩孩子,还有一个老太太,老头儿死了之后呢,就在老头儿啊,生前收了好几个徒弟,一共收了104个徒弟,按照云鹤九霄这么排下来的。 熟悉的观众可能都了解,我们是岸君和九霄正牌。 其中有俩徒弟,老头儿最喜欢,一个叫金边胡莲,是山东恩县的人。 另外一个呢,就是定星县,本辅本县的,新任,叫任正谦。 由于这个任正谦长得相貌,比较丑陋,得了一雅号,叫赛玉痴,任正谦。 就那模样长得跟,这个长朝的开国大将,鱼痴共的模样似的。 黑脸,红头发,红骨子,嗯,任正谦。 老头儿死了之后呢,洛宏勋跟洛老太太跟于谦,就在这个任正谦他们家住着。 就住着他们家了,在他们家一住就了两年多,住了两年多。 这一年的春天,任正谦带着洛宏勋,还有于谦,洛老太太,还有自己的媳妇,赫氏。 她媳妇叫贺春莲,是在妓院里边赎身,买出来的。简称叫贺氏。 河府上下吧,去这个西郊,有一处名圣,叫桃花屋。 上面游春去。 到了一看,人还真多,这有上万人。 有的支着棚着,打着伞子,坐着车着,坐着叫着,骑着马着。 行行甩甩,什么样的人都有。 做了一间亭,坐了一间亭子,坐好喽。 把带来的吃的摆在桌子上,正吃着呢。 在底下人流当中,来了一伙人。 这伙人,这伙人是干嘛的?练杂耍的。 杂技啊,马术啊,耍猴啊,什么都有。 骆洪勋呢,是南方人,没见过。 任正前,也热心肠,不没见过吗? 行了,兄弟,让你开开眼吧。 过来看马术,看杂技。 练杂技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一大姑娘。 长得漂亮,哼。 长得是有狗贵有丢的。 大眼睛长眼睫毛,我找我找我找我。 小哥也好,他这个要哪儿有哪儿。 哪有时候你大嘴要哪儿? 我得看他给哪儿。 长得好。 练得也好。 马术,马跑起来在马庵子上,做各种动作。 什么叫童子拜佛呀? 哪个叫苏清卑剑? 练了好几圈。 到最后,开始走软绳。 走软绳跟咱现在走钢丝还不一样。 钢丝开始,钢丝。 这个软绳呢,那是绳子。 为什么叫软绳呢? 比这个难度要大。 底下有好几个滚钉板,还有刀山。 有人掉下来,这条命就完了。 所以说,练得非常好。 认证千金落红薛,是鼓掌叫绝。 在场的老百姓,也是鼓掌喝彩。 都叫好。 哎,就在了好声当中。 出来一声带了勾的好。 嗨! 人儿啊! 没中,没有人动静。 让人听了浑身起鸡皮疙子。 用句粗话说吧。 野猫肉的饺子。 兔崽子味儿。 听到这儿,沃通勋就是一愣。 出来的声。 抬头闪不关桥。 一桥在对面,也有一个凉瓶。 上文书再说了。 他们来的时候呢,看有两六亭子嘛。 其中有两个大亭子。 上锤首一个,下锤首一个。 他们来了之后,把下锤首这个亭子租下来了。 上锤首这个亭子呢,已经租出去了。 这个写好,就是在上锤首两亭子出来的。 陆红勋顶经一看,亭子里边有两个人。 还好的,是一个年轻人。 二十多岁了。 看着模样长得还挺好。 细皮嫩肉的,白白净净。 五官长得也不错。 就是这个品质太恶劣了。 在那刺牙咧嘴。 斜肩铲背。 没有人行。 就像这个人啊,头在文升公子金。 云子沟倒挂两个灯笼色。 飘摆在尖头。 正中间还镶着一块无瑕的美玉。 身上穿着文升公子厂。 上这儿绣着团花朵朵。 妖际思涛。 鸭子腿凝着。 脚底下蹬着一双蓝段子后底的官靴。 手里边拿着一把白纸折扇。 这个扇柜子上,还有两块宝石。 旁边的位呢,长得是五短身材。 臂不高。 小短胳膊,有点儿挪圈腿。 脑袋上剔一个桃形。 头上带着镊筋。 身上穿着大发袍。 身上穿着两道豆鸡梅。 一对小圆眼。 蒜头的鼻子灵脚嘴。 一嘴的小芝麻烈牙。 有几根胡子。 七根朝上,八根朝下。 有点焦黄。 卢公勋一看不认识。 书中代言。 这俩人谁啊? 这俩人他了不得了。 这是定星县的一爸。 姓王,叫王伦。 这王伦他爸爸是历布天官王怀仁。 他叔叔是护补侍郎王怀义。 那都是则天手下的宠臣呢。 在武则天面前说一不二。 因此上,他们家发了家务。 这王伦,就仰仗他爸爸跟那叔叔的势力。 在定星县。 胡作非为。 抢男霸女是无恶不作。 谁要说惹着他了。 或者说是看谁不顺眼。 让他这帮手底下这帮爪牙。 他到家里边就给你胖揍一顿。 给家里边砸一点稀里哗啦。 砸完了之后,拿他一张明天扭送官服。 他要说打这人40%。 这官就不敢打39下。 打完了之后,还得带着他府上去验伤。 他看着要是行了。 没事儿了。 这事儿就算了了。 他说还不成。 那就这还得严办。 还得严惩。 这别说老百姓呢。 当官的又如何呀? 到定星县第一件事儿。 先得去拜望王文。 他要看你顺眼。 你这官你坐着踏实实的没事儿。 要看你不顺眼。 这算行了。 你这饭碗就算砸了。 你就得挪挪地方。 就这么大势力。 所以说,定星县的百姓。 对王伦表面上恭维。 但是, 背地里是恨之入谷啊。 你提王伦压根儿都痒痒。 就是他。 这是王伦。 旁边的小胖子呢。 这谁呀? 这不是别人。 赫十赖。 前文书他说过。 赫十赖是任正谦的大舅哥。 在前文书他交代了。 任正谦。 把赫十赖。 从家里边轰出去了。 临走的时候呢。 给他开了一年的贡献。 平时啊, 这赫十赖好赌。 外边欠了不少赌债。 这一年的贡献。 把这个赌债。 都还上。 手里呢, 也所剩无几了就。 剩不了多少钱了。 这小子可受了罪了。 白天上饭馆。 捡盘子底去。 什么叫剩盘子底? 就是人家吃完了之后, 服务员没来得及收呢。 他过去啊, 先来两口。 到了晚上, 随便找一地方, 一围。 就算凑合一酒。 遭了罪了。 跟乞丐差不多了。 蹲了庙牌了。 到了冬天, 实在受不了了。 冷啊。 怎么办呢? 京东有一个城荒庙。 他跟那个城荒庙的老道啊, 还认识。 怎么认识的呢? 原来啊, 跟贺氏大奶奶, 经常城荒庙上香去。 这贺氏大奶奶呢, 有的时候挺大方。 给这庙里啊, 时不时的, 留点这个香火去。 他老跟着。 所以说一来而去的, 跟这个老道, 也就混熟了。 到那儿求着老道去吧。 老道一看, 碍于情面, 就给留下了。 留下在这庙里干什么呢? 这小子识文断字。 在庙里, 抄抄经文啊, 给写个签啊, 来干点儿烈活。 就这样, 在这个庙里, 待了半年多。 也盖着这小子转运。 这一天, 赶上这恶臭黄伦。 上城荒庙, 散心来了。 溜溜答答。 这儿瞧瞧, 那儿看看。 信手呢, 就抽了一根签。 当然了, 赫实赖得给抄写啊, 这写签啊。 写完了之后, 递过去。 王伦, 是顽固子弟。 没读过书, 不认识字。 拿过来瞧了瞧。 不认识字, 你快念了。 你快解释解释。 哼, 赫实赖一看, 那机会快来了。 他认识。 是, 历富天官的大少爷, 公子。 这我得扒嘴扒嘴。 好, 一顿奉承。 说, 您这签儿。 好, 您这是上上签儿, 主大吉大利。 啊, 您是三阳开泰。 五福临门。 哎, 什么好说什么。 哼, 给王伦捧得美。 高兴, 爱听这个。 因此上, 给这个赫实赖呢, 带到自己府里去了。 当了一名帮贤。 那人说了, 什么叫帮贤? 就是没有什么正事儿。 没正差。 跑个腿送个信儿。 买个东西跑个腿儿。 哎, 就是干着这活儿。 哪用人啊, 上哪去。 赫实赖一想啊, 希望王公子这个大腿儿, 我得抱住了。 以后, 就有过好的发展。 所以说, 他对这个王伦, 是忠心耿耿。 在这个王伦这府里, 待了一年多。 王伦那是越来越喜欢他。 到后来, 两人是行领不离。 赫实赖也给他出了不少坏主意。 两个人臭味相投啊。 就这样, 就今年来游春, 也是赫实赖出的主意。 走吧, 那游春去吧。 啊, 桃瓜五桃瓜, 近年说开了, 往年都没开。 人少不了, 去吧。 王伦呢, 就带着赫实赖来游春来了。 带着二十几个马鞭, 在亭子底下站。 手里拿着马鞭, 马鞭。 鞭马鞭, 拿着马鞭。 在这儿拧着, 没瞪脸在那儿站。 来了, 王伦, 咱没说吗? 顽固祖地。 他不是游春来的, 目的不是游春来的。 他不懂什么叫诗情画意。 两只眼睛竟看什么? 少妇长女。 哈, 竟看什么大姑娘小媳妇, 竟奔着这个走, 还品头论足。 拉赫, 你瞧瞧这个长得。 哎呀, 五桂是不错, 这个条啊差一点。 狗狮嘛, 要不说就是。 就下三乱, 咱话说。 嗯。 他看到这个底下, 练杂耍的这姑娘, 在这儿练马术, 跟走软似的。 他瞧瞧, 一看这姑娘长得出来, 而且练了一身的好功夫。 因此让, 他喊了一个带钩的好。 喊了好, 目的是什么呢? 引起大伙子的注意, 让这姑娘也得注意的。 嗯。 其实, 大伙都看他, 他不以为耻, 反以为荣。 嗯。 这小子, 实在乎是个动物。 跟这个贺什赖说, 老贺, 今天大友很高兴。 嗯? 是。 大爷, 门下看出来了, 看出您今天性质非常的高。 知道我为什么那么高兴吗? 您说, 为什么那么高兴呢? 我跟你说呀, 我看上俩人呐。 哦。 大爷, 看上俩, 都谁呢? 一个, 瞧见没有? 刚才练马术, 踩软绳那个小妞。 看, 岁时候也就十七八岁。 哎, 长得点水利。 这要是随了大爷的心意, 陪着我追欢取落, 那该多好啊? 啊? 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, 随了我的心愿。 赫什赖一听, 这机会可来了, 六絮拍马的好机会。 我说, 我说大爷, 您呐, 您是官宦子弟。 对江湖之中的事儿, 您不太了解。 就这帮人。 什么脸砸耍的? 什么脸砸技? 我跟你说啊, 就这帮人, 这说相的没什么区别。 嘿嘿嘿嘿, 知道吗? 挣钱, 不指着这个, 指着晚上。 知道吗? 只要大爷, 您肯花钱, 我就有事儿。 真老贺, 行啊你, 你真是见多识广啊。 这样, 你扫听扫听, 他们住在哪儿? 到时候这个事儿, 你给我办去得了。 得了大爷, 我听说了, 在城西马家老店, 来了一伙儿, 练杂耍的艺人, 其中有一个漂亮的大姑娘, 可能就是这伙儿人。 这个事儿您甭管了, 我帮您办去就得了。 得嘞, 那就那么着了, 可别让我等时间太长。 大爷, 您怎么那些? 我办事儿您还不放心吗? 对不对? 刚才您说, 看上俩人。 那第二个是谁? 第二个, 说着话, 王伦拿着扇子, 往对面一指, 就是对面那个小妇人。 啊, 对面小妇人。 赫实外, 趁着脖子一瞧, 碰一下, 脸红。 这些。 看上谁了? 自己的泡妹, 赫春莲, 也就是说任正谦的媳妇。 老赫, 老赫, 你觉得这小娘们怎么样? 岁数也不大, 长得瘦条条的, 但是瘦儿不落骨。 不, 哎, 这要陪着我追换取乐, 那另有一番快乐。 不, 赫实赖着。 大爷, 不瞒您说, 那是我妹妹。 我老赫, 你这可不对啊, 到我府上了这么长时间了, 你敢从来没提过, 你还有个妹妹? 嗯? 大爷, 我跟你说,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 一言两语, 我说不听。 我有一肚子苦水, 没办法倒了。 日后, 有机会, 我再跟你细细地说来。 好吧! 哎, 你妹妹嫁给谁了? 看她旁边坐那边没有? 就那黑脸, 红脯子那个, 嫁给她了。 哦,嫁。 哼! 我老赫, 你小子不是个人哪。 嗯? 怎么给你妹妹推到火坑里边? 嫁给你丑鬼呀这是。 我跟你说, 早知道, 让你妹妹嫁给我呀。 哪怕来一个十方姨太太呢? 也比跟着她强呢? 哎哟哟哟哟。 这真是一朵鲜花插到牛屎上喽。 这小子在这甩咸篇。 赫师赖说, 拜爷, 我是认识她在前, 认识您在后。 拖出去的水, 我收不回来。 啊, 那有什么办法? 可也是。 啊, 这时候呢, 老赫, 你看着啊, 我给你妹妹来个千里嘴。 这个赫师赖也听着, 还不明白。 带爷, 什么叫千里嘴? 想见没有? 你妹妹在那儿, 我在这儿, 离这么远。 我们俩现在就亲嘴。 你说这小子, 我不要脸。 挤鼻子弄脸, 呲牙咧嘴, 把这个嘴唇一病一张, 拿着手, 拍自己的嘴唇。 就来这个。 赫师呢, 往对面一瞧, 瞧瞧。 因为什么? 看见自己哥哥, 在对面良情, 他做过什么。 这两年多没见面了, 两三年了。 一看哥哥, 这个穿的, 戴的, 比从前, 可是好得多。 甭问, 现在混得, 算不赖。 一目通胖, 能不关心吗? 有些, 想上前打个招呼去。 怎样呢? 自己的丈夫, 在旁边这儿坐着。 他知道, 任正前最恨的, 就是赫师赖。 所以说, 没敢。 哎, 一看哥哥旁边呢, 还有一家伙, 长得挺精神。 白白净净呢, 冲着自己, 呲牙连嘴, 还来一千里嘴。 一会儿。 这赫师, 就乐, 拿着手杖捂着嘴, 眼看着这个, 王敦, 两个人是眉目传情, 来回抛美眼儿。 任正前呢, 在旁边坐着, 两只眼睛就看着这个, 练杂耍的这姑娘。 没注意。 可是在对面, 洛宏可在那儿坐着。 洛宏两边都看得见。 自打刚才, 有一声血压好, 带猪的好。 洛宏, 就对对面凉亭的这个人, 已经注意了。 时不时的就瞪他一眼。 看着看着, 看这小子, 冲着我们亭子, 干嘛呢这是。 又挤鼻子又嫩眼儿的。 回个头来, 戴着瞧自己的蒙嫂, 好, 两个人眉目传情。 当时洛宏就气坏了。 你想那小伙子, 那是正人君子。 跟赛玉持着任正前, 那又是默逆之交。 洛宏, 以拳击案, 砍! 就这一声, 好家, 茶杯茶碗, 盘子碟子碗, 蹦起来多高啊? 嘴里说的, 气杀罗也! 就这一声, 给任正前吓一跳, 怎么一声? 怎么了兄弟? 说到这儿, 洛宏脸红, 怎么说? 你媳妇跟着旁边眼呢? 不能那么说呀! 但是呢, 你怎么扯过去? 来, 灵机一动, 啊! 哥哥, 我看这走软绳子的姑娘, 我看着她, 有几分破绽, 她练得不断, 哎! 兄弟, 你怎么? 她们, 也就是花样, 没有什么真功, 咱是花钱取乐的, 别认真, 对不对? 我也看出几处破绽, 一说一乐, 就完了, 别往心里去, 就这样, 把这事儿折过去了, 洛宏蜴, 这个兴致一扫而光, 很扫兴, 哥哥, 我有点头疼, 我先回家, 我不看, 你回家, 这样, 哥哥陪着你, 我也走, 于谦哪, 跟这帮练玩意儿的说一声, 啊! 咱不看了, 钱是照样给, 别练了, 让人休息休息, 不八两银子吗? 这样, 给他十两, 有二两银子的酬泄金, 今天, 这个钱带得不方便, 让他明天上奴, 上城里边, 四牌楼, 任府, 让他上场拿钱去, 行为, 于谦大意一声, 从亭子上跑下来了, 来到这老头面前, 这老头是顶帮的, 到这红脸的老头这儿, 老人家, 老人家, 别练了, 别练了, 我们大爷, 我们大爷, 心疼这姑娘, 怕这姑娘累着, 啊! 不过钱, 不过钱, 我们照样给, 不八两银子吗? 我们给您十两, 另外啊, 有二两的这个, 抽泄金, 我们这个, 妖礼啊, 不变, 第二天, 到明天上午, 上我们府上, 西四, 那个四牌楼, 任府, 上那儿拿钱去, 行嘞, 这位小子, 老头转间又一想, 啊! 这位小哥, 四牌楼, 任府, 请问这主人, 他叫什么呀? 哦! 我们大爷, 叫任正谦! 任正谦! 是, 有个绰号, 叫赛玉池的任正谦吗? 对! 就是他! 哎呀! 我是如雷贯而, 浩月当空啊! 赫赫的有名啊! 早就想败望! 但是呢, 一时啊, 呃, 来的太鲁莽, 昨天我才到这儿, 没腾出时间来, 明天我去, 拿钱是小, 败望是大! 啊! 余千回击赴命, 咱不提, 再说老头, 回手啊, 叫这姑娘, 丫头, 丫头, 别练了, 别练了, 那两名大爷, 疼可你, 啊! 天上随说是不热发, 你瞧,也出了一身的汗, 先擦擦汗,啊! 嗯! 呵呵呵, 姑娘擦擦汗, 哎! 答应你一声, 歇会儿吧, 钱, 人家咋也是照给, 我就来, 收拾收拾东西, 咱们回店房, 这儿收拾东西, 要回店房, 再说这房轮, 在那个亭子上这儿, 在那儿瞧着, 哎! 怎么不练了? 老贺! 老贺! 这房轮人怎么不练了? 哎! 再爷, 您别忘了, 这是别人花钱请的, 人可能不爱看了呗, 咱们是借花, 看了一眼, 有这话您早说呀, 对不对? 王能,下去! 大家, 给他们叫住, 别让他们走, 接着给我练, 从头练到尾, 从尾练到头, 会什么,练什么, 大爷就是有钱, 加辈子给钱, 就是有孽钱, 这小子在这儿, 大嚷嚷大喊, 再说这个, 王能, 带着几个伙计就下去了, 老头呢, 收拾完东西, 走出这么远去了, 王能呢, 三步两步追上了, 老头儿, 老头儿, 回来,回来, 别走, 走遍他, 啊, 这位小哥, 您有事吗? 老头儿, 您往热香瞧, 瞧一见亭子上那位大爷了吗? 你认识吗? 小老儿子不知, 瞎了你的狗眼, 不认识, 不认识, 这是, 历部天官的大少爷, 王伦, 王的爷, 跟您说啊, 我们大爷说了, 会什么练什么, 会什么练什么, 从头, 从这个头练到尾, 从尾练到头, 一一的练出来, 这老头儿有心, 想不练的, 因为什么呀? 一看这小子, 说话比秃一把狗还横, 反过来再也行呢, 忍吧, 一抵他乡, 看这架势要是不练, 出不去逃花物, 所以, 来到对面的亭子上, 让伙计们打开场子, 又接着练, 咱再说落空虚, 收拾收拾的东西, 刚要走, 一瞧, 嗯, 再帮练砸手的, 在对面那亭子底下, 又开始打场子, 又要练, 这怎么回事? 于谦哪, 下去问问去, 哎, 以前答应一声, 跑下凉亭, 到底一问, 问明白了, 回来以后, 跟人这个, 骆红勋, 如实的一说, 骆红勋一听, 好行啊, 你打算看, 你算个值得东西, 你以为油带权就了不起吗? 嗯? 今天, 我偏偏的让你看不成, 骆红勋可不是惹事的人, 哎, 今天呢, 有点气急了, 今天我必须让你看不成, 骆红勋, 就因为这一念之差, 才惹上杀身之祸。